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賣這麼特別 就讓我帶你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這間家品集貨店 聲稱用硬幣就可以結帳了 看看裡面有什麼便宜的東西 這個是當店推介 當店推薦 這是什麼呢 鞋架 是一個開了可以放兩雙鞋 我家裡有500雙鞋 即是要買250個 鞋架要330日圓 即是18港幣左右 乘$250 即是差不多$4500 不知道硬幣能否給到呢 看看這裡的餐具非常划算 一隻碟只需要110日圓 瓷器來的, 不是膠 這裡這個杯 有個喜字的 請你喝喜酒 我嫁得出那天 一定請你喝的 這碟仔 如果你結婚 可以在這裡選擇整套的喜宴餐具 還有很重要的 結婚 還有拜祭用的 筷子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新的手指出來 夾他的手指 鬼上身 這裡連化妝品都有 都是由300日圓起 重點推薦這個 猜一下是什麼 是指甲油 整支筆 是一個掃掃 在上面扭… 就會扭到顏色出來 這樣油法 就沒那麼容易油出界了 這支筆是330日圓 即是$18港幣 看到這支棒棒 是有特別的作用的 因為原來這些閃粉有磁力的 這個磁力棒 用厚的一邊 油上去就會比較均勻 小的一邊 就可以集中那些閃粉 去油一個界也行 只買一支筆 就可以做幾樣不同的造型 只是150日圓 看看硬幣最高境界 但是可以用多少錢買到電器呢 這個是三個卷的卷法器 非常方便 只需要550日圓 就可以自己回去 平時那些只有一個卷 這個三個一起卷 夾著它 就可以卷得很快 這個要自己親手卷卷卷卷卷卷 旁邊這個更厲害 這個怎樣玩 這個你塞頭髮進去 它自己就會在裡面卷卷卷卷 更方便 所以它比較貴 這個要1100日圓 1100日圓 其實只是60港幣左右 就可以看到了 設定這幾款頭髮 就是主打日式設計 就是那些又漂亮又簡約那些 看看有什麼聰明一點的設計 看看這裡有一些很無聊 但又好像很實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攜帶雞蛋盒 出去一天吃兩隻蛋 這樣拿出去 其實就很低能 但又很招職 我覺得 但怎樣招職都不夠這個招職 這個是用來煮蛋的 放一隻蛋去 只是蒸到一隻蛋而已 如果你是回辦公室 但是早上很趕 沒時間煮雞蛋 不要緊的 拿回去 放在你的位置 煮都還可以 這些就是生活態度 過來過來 帶你來看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是節食匙羹 我平時吃東西 都是天一半地一半 這個筆上來 已經沒有一半東西了 再掉了我另外一半 筆到有口 沒有了 就是不用吃 沒得吃 其實是騙你的 這個是用來煮肉丸的筋 壓個筋下去 中間就會出了個球 還有這邊有很多個阿姐 這個就熱了 極光 極光原來是透明的 有些幻彩的效果 真的滿香光 怎樣 是不是很光 外出是不是很焦織和很殘眼 自帶Disco效果 透明傘就不用特別介紹了 但是它有這麼多顏色 都是透明的 我都沒見過 看看這個藍色多漂亮 有花邊的 好像也挺漂亮的 好像2640日圓 即是港幣84港幣 就買到了 還有這裡有一把 厲害了 這把是全球最輕的傘 只有65克 比那把紙巾還輕 非常不是一個手信的首選 姨媽姑爹、唐阿哥、表妹、表姨等 全部一人一把 放在你的行李箱裡 它裡面佔很少位置 而且很少重量 也不算很小 因為它的骨架是碳纖 所以又輕又堅硬 3850日圓 即是200港幣 再有就買到了 如果這些阿姐你都不對 不要緊 帶你去看看另一款阿姐 大把幻想空間 包你覺得滿意 這間店是休閒服 主打姐姐風格 很受日本OL姐姐歡迎 姐姐就不穿迷你的裙 要穿長裙 你看這條裙 整條裙都是毛毛 7200日圓 即是380港幣左右 我也是黑色 今天 但我這條是年輕一點的 還有衣服 都是毛毛的 配上一套 極度的娘 這條是年輕裙 這條可以考慮 還有條帶可以索 衣服 把腰帶出來 我穿 我要把腰帶都放好 才能穿 6200日圓 即是330港幣 這條也不錯 這條有幾件貴婦裝 怎麼以為貴婦裝 就是貴婦狗的裝 什麼顏色都齊了 姐姐行性感 就不會被媽媽罵 看看這件 透視裝 穿小背心 很有人的 有不有人 就看看這裡 夠不夠大 這個也是 通洞的 夏天穿一流 但我喜歡這個袋 小小的 挺有型 有一個白色的 白色更漂亮 我覺得 這個袋要4400日圓 即是240港幣 那又真是划算 有店員提示 過了這塊鏡之後的貨品 全部都是特價貨 看看OLED有多特價化 這些就 OL 適合了 OL裝 專印這些男人 1800日圓 即是100港幣 也不用 這件衣服 穿上班一流 襯米褲 非常休閒服 這套衣服 我覺得襯拖狗 出街散步 襯另一條褲 上班會好一點 這條就像上班褲 好了 遲到了 快點打卡 售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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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 又沒有了 80% 原價是3630 折了兩折後 40港幣也不用 行不行 好像挺好看 有 有 錢不是 有問題 我送給你 好 到導演送帽 好啊 那把雲包拿起來了 看中的東西… 這條褲漂亮嗎 這條牛仔褲 還有很多個袋 那些袋子比叮噹多 很多法寶可以進去 後面還有兩個 穿了它可以不用帶手袋出外 甚麼都可以放在裡面 這個不錯 這個設計不錯 還有少許… 喇叭腳 四百多港幣就買到了 那又真是划算 不過這些穿完 一分鐘都不記得鑰匙放在哪裡了 不斷拍…哪塊呢… 對了 是這個了 謝謝 還有一條七千多日圓的褲 你自己買… 那個大富大歸 這個套館除了三副鞋物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買的 家電啦… 雜貨啦… 連車也有得賣 樓上還有一個公園 給小朋友放電 那這裡就適合一家大小來啦 這個套館地下那一層還有一個很大的食物 甚麼都可以吃 舖頭多 座位就多 連桌椅都特別闊大些 為甚麼呢… 用來買你的戰利品 這裡這麼多東西買又有東西吃 如果你偏行程來這裡 留一整天都可以 留一整天都可以 生活艱難 到底她有多結局呢 今天沒有客人 連買衣服的錢也沒有 可惜嘆氣也是無補於事 面對這個困境 Helen想了一個辦法 但又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那些錢已經花光了 怎麼辦呢 我要憑自己的實力 上回來… 賺點錢啦 既然出得來做 當然要修改靚的門面 這裡就是體驗花灰的地方 甚麼是花灰呢 就是吉原地方的油濾 最高級 即是紅牌阿菇 就叫做花灰了 我對風要不就不做 一做就要做到最厲害的那個 花灰的服裝就是這樣 前面一塊大花的 但是看看那個領 比起平時的和服是低很多的 看到的 性感我不行的 我只露到頸子而已 七彩繽紛 全部都很搖眼的 先選完更厲害的 對面馬路也看到我的 就這件 看這裡 已經有製成品 這裡是包上化妝和整頭的 就變得這麼漂亮的了 好, 現在就準備換衣服了 當然不讓你看了 好, 剛才選了頭 這塊頭是從後面扎起的 那它前面就幫我露一點點下來 露了一個頸背 頸背 說日本的歌技來說 是最性感的一個位置 那我露了頸背 好, 希望能拘捕生意做 好, 這個是殺雅人 熟手技工 他捲得很快 眼影了… 好像被人兜脫窩面一樣 打到兩隻眼瘀了 眼影都用了四隻不同的顏色 好, 犯夫人 冤枉啊, 大人 插得我整個頭都是筷子 這裡嗎?四人錢 阿倫, 要不要服務 阿倫… 要不要服務 這裡有個影流景 很漂亮, 好像去了京都一樣 現在就穿最後這雙衣服了 準備拍我的宣傳照 這件衣服很重 姐姐教我擺姿勢 第一個姿勢是站在這裡 總共有三個姿勢拍的 你覺得最誘惑應該怎樣擺來看? 最誘惑嗎? 會少說一下? 不行嗎? 有話嘛 我只是賣藝, 我不賣新劇 你想聽什麼歌? 我也唱給你聽的 我不是石塘嘴的魚花 我是大阪的魚鋒 好, 心中… 不情是你的, 名字 錯負前半相思 十二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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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三八 記住是一 一三八 大家都來通知我的 大阪公司 請以空收曲給我 同時, 他叫我摺一下頭 上多點 等這堆東西催下來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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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放 這裡 又寒波又行 又要放這個姿勢很難放 撥影後 回眸一笑 有對句玩 接著坐 性感 他對我下巴很執著 可能真的這樣才叫到客人 這個姿勢我單手撐完我們 跌了膊 很性感 我覺得像跌倒多些 模特兒最重要的是 跟鏡頭有交流 現在交了電影給他 這個設計 完全是我的拍攝團隊玩我的 宣傳照就拍完了 攝影師很執著 每一個角度都要對得很棒 才跟你拍攝 我現在找回自己的團隊 幫我拍一輯 像我個人的姿勢 好嗎 拍攝背 拍攝背 客官 你要不要服務 我馬上給你一些服務 我這個花灰 其實就是等於有些有錢的客官 來和我熟身 當時的花灰熟多少錢呢 大概是現在的港幣200萬 熟不熟我 我個人都熟了 拍完照很快就可以在這個平板看照 和選照 可以選三張出來 他會幫你修圖 再給你 妖女一樣 又老 對, 我真的覺得很妖艷 對, 這張可以 拍得我瘦了 肩膀也有點骨 條頸好看吧 這些可以兜到客人 日本片最重要 都是封面騙到人 導演也拿了幾次 這張可以 側側, 看不到我的樣子 我拍這個計劃是包三個姿勢 價錢就要23100日圓 即是1200港幣左右 挺過癮的 這裡就是北濱 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業區一樣 但其實他有很多咖啡 是大學生的拍拖聖地 帶你去一間 很享受一下 約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情調 看這裡的氣氛 也挺有情調的 看這裡對著大運河 無敵河景 我點了兩份三文字 但是我只有一個 試試這個三文字 這個是煙燻豬肉三文字 非常足料 有芝士 豬肉 蕃茄 生菜 哇 要很大口才能吃到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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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對了,這個豬很嫩 原來它是栗糰 即是吃栗子大的豬 它們的油脂比較多 就稍微軟 變了 好吃 雖然這個豬肉 油脂比較多 但是混合新鮮的 芝士和芝士 吃起來都很舒服 對,除了包子之外 這裡也很有名 這個是薯角 連皮一起炸的 看看有沒有吃 很美味 不用蘸點茄汁也很好吃 因為它是北海道產的薯仔 所以很重的薯仔味 這個套餐要1260元 即是70元港幣 這杯是藍色多老河 鹹濕多老婆 這杯跟我配了三個 我也是藍色 這個很有趣 青魚三文治 青魚吃壽司吃得多 就這樣夾三文治吃 真的沒試過 整條椅 哇,這個更難吃 真的 對,如果帶一條仔來 看到我這樣吃相 那就掉了 吃個薯角,算了 不要了 我吃一塊橙可以了 但是今天我一個人來 不要緊 吃完給你們看 有點抽刀魚的感覺 夾包吃其實怪怪的 好像分散了它的魚的濃味 這個魚很彈牙的 原來它是秋田縣的青魚 所以是特別 好吃一點的 它的醬汁是自家製的蹄魚醬 魚上加魚吃下去更加有魚的味道 這個套套也是有根樹角的 價錢是1280日圓 即是70元港幣左右 這個河畔是看到很多風景的 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那裡放狗 在那裡放鬆,踩單車,拍拖 這樣 那就真的是足景雙情了 我就 如果你兩個人拍拖來這裡 就可以看看下面的小魚 再看看小鴨 我又餵你吃小鮑 你又幫我抹一下小嘴 是不是很舒服呢 但如果你一個人來也不要緊 如果你見到一個女人 叫兩碟東西 你就上去撩一下它 捲到好像一塊花一樣 就遮住我的缺點了 因為我又沒有胸 又沒有腰 又肥 但它一扎到我的人好像瘦 整個人覺得很緊 最主要是手緊 最主要是手緊